中非之間 中非之間有經濟貿易以來 中藥就成為中非之間的一個往來貿易的中藥組成部分 中非建交以後 菲律賓也有一些醫生 開始到中國 到各個地方寫去針灸 但是針灸 它是中醫的一個 中藥的組成部分 但是中醫的地位沒有確定 你針灸的發展也會受到限制 在2019年的時候 經過衛生部的一個 同意設立的中醫技術工作組 專門制定菲律賓的一個中醫指南 納入到菲律賓傳統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也正是因為這個疫情期間 中醫要發揮的一個比較大的作用 使得中醫工作組的工作得到認可和重視 海外傳播中醫呢 還有受到幾個方面的因素影響 第一個是一個文化傳統的一個差異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它的文化的一個理念觀念都不一樣 這當然會影響到人們對中醫的一個認識和接受 這是一個挑戰 另外一個不同國家之間對傳統醫學也好 對中醫也好 它受到不同的法律法規政策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影響 菲律賓中醫剛剛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法律地位 能夠有一個中醫職業的標準 但是醫跟藥是不可分的 你中醫能夠得到標準你的藥方面的管理 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要走 那在不同國家之間 它的一個教育水平不一樣 科研水平不一樣 這大大也影響制約的可能海外的中醫的發展 非常榮幸地得到了菲律賓政府頒發的首章的中醫職業資格證書 通過這個中醫職業資格證書的一個頒發 也會帶動整個中醫行業的發展 特別是也會帶動本地的有志義學習中醫的這些人士 他們對針灸、對中醫很感興趣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職業的一個這個中醫的職業資格的標準 那所有這些對中醫有興趣的、有認識的 就有機會得到騰訊、教育以及職業 通過中國菲律賓中醫藥中心的工作 提供這個更專業的中醫的教育和培訓的一個方案 給當地的學習中醫的專業人士 以當地的這個醫療的這個專業人士 包括西醫來開展中西結合的研究 來達到復古的作用 給病患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2022年在菲律賓的光碳紀念醫院設立了中醫部 這也是菲律賓首個醫療中心設立中醫部 這樣子為接下來的中西結合、診療 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 今年更正式中醫院地指導 readable 黑菲律賓